好 还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在新竹县有一名82岁的大地主老翁 家产有上亿元 不过他日前到竹东镇的一家卖场 竟然涉嫌将期间价值只有539元的锅碗 偷塞在外套里头想要蒙混过关 而最后是因为外套鼓鼓的被人试破 人赃俱祸 老翁虽然否认行窃 但是仍然被警方依照窃盗罪嫌依送法办 从街市录影带可以看到 82岁的老翁先买了一些东西去结账 然后又进入卖场偷窃 他拎着脏物出店门假装洗手 店员立刻上前质问 老翁不承认和店员发生了推挤 当下他还很气愤 他说他没有钱 一开始是说他只是先洗手 然后再进去结账 然后后面说他没有钱 所以他才有偷 那现在好像在有点扭打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扭打就是拦住他 警方进一步的追查 发现老翁在新竹县琼林 有两甲农地市价超过了一亿元 而他却在卖场偷窃铁碗锅盖等 17呛物品 总价值不过539元 他日常他也没有那种翻译 直接说这种小东西应该也 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他讲这种老人家 他说这个卖场那么多东西 这种小东西 警方初步研判老人家可能患有失智症 但电影员坚持老人家谈话行为都很正常 警方还是依照怯到罪嫌 将他移送法办